親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平安 這禮拜我們要進入中樹主日 這主日是為了要 為什麼會有中樹主日 是因為當天耶穌要進耶路撒冷的時候 當時要都在那個 百姓都距離在耶路撒冷的門口 送拿著中樹枝 我要做什麼 要歡迎耶穌基督 對他們而言耶穌是救贖是基督 所以他們拿著中樹在那邊 歡迎耶穌基督 中樹主日可以說是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們可以把整個教會的週期分為三大部分 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什麼 第一部分是聖誕週期 也就是年底我們要過的聖誕週期 好我們按下 按下一點 這是民眾所拿的中樹枝 要歡迎耶穌基督 再下一頁 我們今天 我們的教會年曆有三大週期 第一個是聖誕週期 包括什麼 代將節 然後聖誕節 再包含到祖賢節 第二部分是 暮活週期包含什麼 包含了大災節起 暮活節起 暮活節就是 又包括今天的中樹主日 受難週 一直到下禮拜的禮拜日 我們要進行復活節的讚美禮拜 第三個週期是什麼 聖誕降臨週期 就是說 聖誕降臨一直到代將節的時候 我們都稱為三一主日 三一主日 這禮拜我們要進入第二個部分 我們剛剛說第二個部分是什麼 復活週期 復活週期 下禮拜我們要進入受難週 受難週是耶穌在這世上的最後一週 我們又稱為十字架 十字架的一週 教會為什麼這麼看重受難週 因為我們必須要再一次去體會耶穌基督 為我們背上十字架的那個痛苦 我們才能去體會耶穌基督有多麼愛我們 今天拿小刀在你身上畫一刀 你會不會痛 會 你被熱水燙到的時候 你怎樣 手趕快收回來 但是耶穌基督呢 他為了我們被鞭打 他的手被釘 他完全都沒有收手 我們知道耶穌基督非常的愛我們 我們必須真的要去體會耶穌基督 那個受難的痛苦我們才能 真的了解耶穌愛我們 真的才能體會耶穌是多麼愛我們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 在我們讀的經文裡面有提到 民眾手拿著中樹枝 歡迎耶穌基督進城 那親愛的弟兄姐妹 通常我們都會把焦點放在哪裡 放在民眾身上 放在耶穌身上 不過今天我們要用比較特別的方式 我們要把我們的重點放在 那個中樹枝的身上 那個中樹枝的身上 中樹是一種有花的植物 它有近兩千六百種品種 它有兩千六百種品種 它有很多的經濟價值 它主要生長在樂代還有雅樂代的地方 它就是長這樣 它就是長這樣 它有扇形的葉子 有些會長得像雞毛一樣 就是它的葉子會長成那樣 它的樹枝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按一下 可以做成糖果 這是糖果 還可以做成什麼 還可以做成酒 還可以做什麼呢 還可以做成中梭 就是雨衣 以前的雨衣 還可以做什麼 天的 還可以的 實用性的 每個家庭都會用到 所以我們知道 中樹它的作用很多 它的作用很多 聖經裡面有很多 關於中樹的記載 簡單我們舉例 在所羅門王建造聖殿的時候 在他建造聖殿的時候 它的殿內殿外 周圍的牆上都刻著基督國 中樹而出開的花 還有呢 在他的兩扇門上 都刻著基督國 中樹出開的花 都貼上金子 親愛的弟兄姊妹 以色列人很重視中樹 中樹對他們而言 是一個實用性非常高的 一個植物 中樹在聖經裡面 代表得勝者的意思 也代表得勝者的意思 這是一個象徵 你是一個基督徒 你就不會受外在的影響 你會依然茂盛 長得清脆 清脆又茂盛 在我們今天所讀的十二節裡面 他洗腦 這是藝人所受的祝福 藝人發望如中樹 這是藝人的祝福 你想 你可以發望如中樹 中樹是一個怎麼樣 很棒的植物 是一個很棒 很受食用的植物 所以這是一個祝福 也代表是一個勝利一個成功的記號 是一個祝福的記號 接下來我們要用一個中樹的特性來思考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應該有的特色 第一個 它是一個藏青的植物 它是一個藏青的植物 中樹呢 它是長在沙漠中的 我們下一個 再下一個 它是長在沙漠裡面的植物 你看後面都是沙漠 但是呢 有幾棵棕樹在那邊 再來 甚至棕樹可以長在哪裡 它可以長在石頭上面 棕樹是可以長在沙地的 所以它可以長在最乾的地方 它也可以長在最困苦的地方 它的特色是什麼 耐風耐險 耐汗耐水 耐熱耐火 哇 是不是一個很棒的植物 很實用的植物 所以我們知道 它不一定 一定要摘在溪水邊 它在乾的地方 它一樣可以生長 為什麼 因為它的根有一個特性 它的根可以長得很長 也就是說 它可以扎根扎得很深 去尋找什麼 去尋找水源 今天在我們的信仰上 你能扎根在哪裡 你想要跟棕樹一樣茁壯 你想要跟棕樹一樣茁壯嗎 棕樹它有這個特性 就算它是在乾燥的地方 它一樣可以生長 它一樣可以茁壯 小時候我不知道 我們有沒有看過 一個奶粉的廣告 叫做克林奶粉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廣告是怎麼樣 拍一個大龍樹 一個媽媽 一個小孩就跟一個媽媽說什麼 我要長得跟大樹一樣高喔 還記不記得那個廣告 我記得我小時候 常常聽到那個廣告 她跟她的媽媽說 我要長得跟大樹一樣高喔 今天 你要不要長得跟大樹一樣高 你怎麼長得跟大樹一樣高 我們要學習中樹一樣 在我們的信仰上 我們要如何長得跟大樹一樣高 你要扎根在哪裡 在聖經裡面 你要扎根在哪裡 在聖靈的活水裡面 聖經可以成為你的養分 聖靈可以成為滋潤你的恩 聖靈可以成為滋潤你的恩 所以我們知道 在一個惡劣的環境裡面 你仍然可以靠著神的話語 還有聖靈幫助你 在那裡面繼續成長 繼續成長 好再來 中樹有什麼樣的特色 它的樹齡都很長 這是一輩子的奉獻 今天的經文在思思解說什麼 他們年老的時候 能要結果子 要滿了之將而長發青 現在的弟兄姐妹 經文告訴我們 你老了可不可以不是 可以 你老了可不可以不是 有些人都會說 我老了為什麼老啊 不要我已經年紀大了 可是聖靈怎麼說 你老了你還是可以不是 而且你認掉結果子 要滿了之將而長發青 如果我們去看一些 弟兄姐妹的故事 你會發現 他們年輕的時候 參與了青年團系 他們年老的時候 一樣在故事 所以今天我們的故事 是一輩子的 我們的故事是一輩子的 如果你說我已經 年紀大了跑不動了 那你可以什麼 成為青年的顧問 你可以成為青年的顧問 約束亞十四章 又提到一個偉大的人物 那個名字叫做迦勒 迦勒是誰 他是跟約束亞同時出道的一位人物 他是跟約束亞同時出道的一位人物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們去看迦蘭美帝在哪裡 他們去看迦蘭美帝在哪裡 他是十二個太子之一 但是神檢檢誰 神最後使用誰 使用約束亞 那迦勒呢 迦勒在旁邊 捂住 但他連一句話都沒有說 他就是單單的鑽一信靠這一位神 單單的信靠鑽一信靠這一位神 他在八十五歲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話 他是在四十五歲的時候被檢檢的 他在八十五歲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以前的日子如何 我今天還是如何 你八十五歲還會說我跟四十歲一樣嗎 有可能有些人就覺得我已經老了 但是迦勒說我以前的日子如何 我現在也如何 迦勒他的他的意象跟他四十五歲一樣 他的雄心壯志跟他的四十五歲一樣 他願意付出他信靠神的那種信心 也一樣沒有理解 今天年老了一樣可以服侍 這個服侍是一輩子的 在你年輕的時候神就解決你 在你年輕的時候神就解決你 這個服侍是一輩子的 我們在上帝的面前要時常有那個雄心壯志 因為不管怎麼樣 你都是神所要使用的 你都是神所要使用的 我們都說過老年人吃的米比年輕人多好幾倍 在中秋節的時候我們吃柚子的時候 你也會買什麼老藏的比較甜 對不對 越老的柚子 越老的柚子樹結出來的果子 越甜 好再來第三點是什麼 擁有正直的生命 擁有正直的生命 種樹它可以長得很高 而且它是上等的木材 它是上等的木材 所以在中東的那個地方 很多人喜歡用棕樹來建造他們的方向 棕樹最高可以到怎麼樣 50到90公尺 50到90公尺 而且它的樹幹是很直的 在希伯來文 它的意思就是用正直來形容棕樹 用正直來形容棕樹 這象徵什麼 上帝的百姓應有的品格 是正直 上帝的百姓應有的品格是正直 我們常常都說正義哥正義哥 所以正直是什麼 強烈的正義感 還有道德的觀念 直的反面是彎曲對不對 直的反面是彎曲 今天你有沒有常常帶著鬼詐的心 欺騙人的心 你是正直的人嗎 我們要思考一下 你有沒有去欺騙別人 你有沒有欺騙神 你有沒有常常戴著假面具 我們說什麼 假星星 假星星 我們要很坦承的在我們裡面 有一個正直的靈 我們要很坦承的在我們裡面 有一個正直的靈 我們要有正義感 要有道德觀念 我們要以真理為生活的主則 要用上帝的話成為我們生活的主則 要用上帝的話成為我們生活的主則 上帝的話要成為我們的原則 成為我們的立場 我們不是成為鬼詐的人 保羅說一句話 他說我現在是要得人心呢 還是要得神的心 我岂是討人喜歡的嗎 仍舊是討人喜歡 我就不是基督的恩婆了 今天你是要得人的心 還是要得神的心 今天你是要得人的心 還是要得神的心 有一個故事這樣說 有一個主教他來到一間教會面 那天主教的十字架上都會掛一個耶穌 耶穌的像 但是那個耶穌的像已經很破舊了 幾乎都已經褪色了 他的眼睛五官也都會看不清楚 那這個主教就很稀奇的問他們裡面的會友說 難道你們不會想說 要把這個耶穌的像稍微整修一下 稍微拯救一下 這個會有一聽到主教這樣講 我說不行不行不能修不能修 主教為什麼不能修 當然不能修 因為這樣耶穌的眼睛就看不到我們在做壞事 耶穌的眼睛就看不到我們在做壞事 那 他說那你不要耶穌的眼睛看到你們在做壞事 你就把耶穌的像拿下來 他就也看不到啦 他說也不行不行不能拿下來 為什麼不能拿下來 因為耶穌的耳朵要留在那邊聽我們的禱告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是這種人嗎 希望耶穌都不要看到你在做壞事情 但是你祷告的時候怎麼樣 他一定要聽 他一定要聽 有時候我們太會做人 就會失去基督徒應該有的光跟眼的本質 我們應該要老練 但是我們不是要台語說的什麼 台語說的幹跳 我們應該要有正直的靈放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要熱誠但是我們不可虛假 我們看過中樹我們就知道中樹是一種很會結果子的植物 很會結果的植物 今天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我一樣要結出生命的果子 我們要結出生命的果子 而不是結出虛假的果子 我們看一下葉 你看這個是什麼 你覺得這是真的啊 假的 假的 這是虛假的果子 這是模型 好我們看一下 你覺得這是真的假的 真的 這是真的 真的生命是能剖開 讓人家看到你的裡面 你就是活出真實的自己 你就是活出真實的自己 如果我們可以細心去分辨的話 你可以知道 你把那個假的模型拿起來咬會有味道嗎 不會 但是你如果吃到真實的果子 你會感覺到什麼 哇又甜又酸戀愛的感覺 真是幸福 我們知道 今天我們的生命是要活出真實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是要帶給別人利益 讓別人得著益處 成為別人的幫助 我們要成為一個正實的人 而不是一個虛假的人 但是有人會告訴我說 可是我成為一個正直的人 我會怎麼樣 被二人欺負啊 好人都叫人 踏落地對不對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 二人會怎麼樣 在詩篇九十二篇七節 他說二人冒生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 發望的時候 正是他們滅亡直到永遠 親愛的弟兄姐妹 二人發望的時候 就是他們要跌倒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神在給你安慰 今天你有沒有被欺壓 你在學校有沒有被欺壓 你在公司有沒有被欺壓 有沒有一個二人一直站在你的頭上 一直壓著你 就算你的心是正直的 但是還是有人一直欺負你 但是神告訴你什麼 二人有沒有得意的時候 有 二人有沒有做高位的時候 有 二人有沒有可以操縱一切的時候 也有 他有沒有全力握在手上的時候 有 但是當他發望的時候 滅亡就要領導他 我們要感謝神 在他們得意的時候 就是他們要滅亡的時候 所以我們不要一直被二人所捆綁 我們不要一直被二人所捆綁 我們不要去嫉妒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的欺望 那我為什麼不行 我為了這麼正直 為什麼我不行 反而作惡的人他一直欺望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不要被這樣的事情被捆綁 我們要用我們的正直去影響他們 讓他們認識神 讓他們認識神 第四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樹 是很長的時間在讀世的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 不是的生命 我們要帶利益給人 我們要帶利益給人 我們知道 中東呢 他的地區有很多有用的 中樹在中東地區 中樹是一個很受歡迎的植物 而且在沙漠裡面 通常人家看到中樹 他就會很開心 因為看到中樹 代表什麼 有水可以喝 有果子可以吃 最重要的是什麼 還可以乘涼一下 還可以乘涼一下 中樹是一個 帶給人很多利益的植物 帶給人很多利益的植物 他結的果子非常的多 我們看一下 下面 身為別人的幫助 來 這邊 這邊 是中樹所結的果子 像什麼 像檳榔一樣 很多顆對不對 他結的果子 就是這樣一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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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這些果子 據說非常的甜 他們都會把它做什麼 做成 那個果汁的果醬 那他們就沾這個吃 據說 非常的甜 那他還有什麼 他的汁液 也可以喝 也可以喝 很多人都說 這個果子跟蜜一樣的甜 解經家就認為 神說要帶他們進入 牛奶與蜜之地 就是 神是要這麼棒的果子 在他們當中 牛奶與蜜之地 因為神 讓他們有一個這麼棒的果子 阿拉伯人說 周樹有365種不一樣的功用 有365種不一樣的功用 不管它是葉子 果汁 甚至它的樹枝 都是非常有用 所以我們要去學習這樣的精神 今天我們365天 是不是每天都能去成為別人的幫助 是不是每天都能夠去成為別人的幫助 有一個很小氣的財主 他不願意把他的錢分給別人 那有一個乞丐就去跟他討錢 這個人一開始不太給他 這個財主不太給他 但是這個乞丐在那好爐 他就一直在那邊爐爐爐 那這個財主之後受不了 他就說 好五塊錢給你 他給他五塊錢 五塊錢能幹嘛 現在其實不太能幹什麼 所以這個乞丐就坐在樹下就睡著 我們知道人睡著的時候會放鬆 五塊錢摸在他的手上 怎麼了 睡著啊 打開掉下去了 有一個小孩子經過撿走了 哇 被這個財主看到了 財主就立刻把他說 親愛親愛親愛 我跟你五塊錢 你為什麼不好好把握 你在睡覺的時候被人家偷撿走了 你知不知道 這個乞丐呢 就回答他說 可是你不是也一樣嗎 有一天當你生命結束了 你這些東西一樣都帶你走 一樣也都是別人的 當你睡著的時候被偷拿走了 你也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知道 今天我們要成為一個 願意給的基督徒 什麼我們都帶不走 或許你會很想把要所有的東西 都放在你的身上 但是你要成為願意給的基督徒 你要願意分享 我們常常不願意分享給別人 你會覺得我只要做一點 我就做很多 我只要做一點點 我就做很多 甚至我們會怎麼樣 啊 他怎麼都不幫我 他怎麼都不關心我 他怎麼都不要愛我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去想 我們給人家的東西有多多 我們給人家的東西有多多 保羅在宣教的時候說過 師比獸更有 如果我們回到早期的宣教 台灣的宣教 你會發現 所有的宣教師 他們都是怎麼樣 一直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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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醫療傳到 一直到他們的食物 就是給所有的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 當你一直給的時候 你得著的是什麼 祝福越來越多 教會是在那時候 倍增 倍增 再倍增 當你願意給的時候 那個倍增是非常多的 今天我們要成為一個給予的人 如果你問我說 我要怎麼給予 那我們看下面 你可以用法蘭西斯的祈禱 來做為你自己 可以去思考的地方 不求被安慰 只求人安慰人 不求被關懷 只求關懷別人 不求被人疼惜 只求疼惜別人 今天我們都是一個光 我們都是研發 我們要去把我們所有的 都給人 盡你所能的幫助人家 一個健康的基督徒 他是願意給的 他是願意給人家時間 他是願意給人家愛 他是願意付出 去幫助別人的 這是一個健康的基督徒 如果你念心有很多的苦毒 為什麼我要 為什麼我要 那你要來到神的面前 你要告訴他 求你原諒我 或許我以前有很多 是我 我沒有辦法釋懷的 但是今天我們要成為一個 願意給人基督徒 我們願意給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所得到的更多 你所得到的更多 下禮拜我們要進入受難的時候 求主幫助我們真正再一次去思考 他給我們的愛有多大 他給我們的愛有多大 我們真正能體會 除非你真的很愛很愛很愛一個人 不然你沒有辦法為他失去你的性命 今天我們的社會已經開始封閉了 我們會覺得 哎呀你又沒有對我怎麼樣 我就不要 但是神要告訴你 你要成為一個願意給的基督徒 你要成為願意給的基督徒 你要去想想看 耶穌給我們多大的愛 你就能給別人多大的愛 你就能給別人多大的愛 另外也要提醒我們 神的榮耀要在我們的生命中彰顯出來 神的榮耀要在我們的生命中彰顯出來 如同詩天所說的 一人要發望如中樹 生長如離八人的像火樹 這都是在提醒我們 成為一個可以幫助別人 不是人的人 神的榮耀不單單要在你們身上 也要在你們的身上發 就是榮耀出來 神的愛不單單給你們 也要讓你們把愛存出去 因為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光明之子 今天我們要一起來唱的這首歌 是光明之子 他的歌詞裡面寫到 你的汗 你的淚 你的血 洗淨了我沉重的罪孽 你我走 住世界的黑暗 今天上帝的愛 我剛剛最大的愛來愛我 他把他的獨身子 賜給我們 他為了我們走上那個個他的路 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痛 他的血 他的汗 他的淚 全部都在那一條樹上 為了顯出什麼 對我們的愛 所以我們再去思考 當我們成為光明之子的時候 我們如果把這個光 帶給別人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光明之子 你的愛 你的血 你的血 洗洗澡 我沉重的罪孽 你我走 出世界 你的黑暗 世界公平 從此生半 我的面子 我的光明之子 從此是我 的名字 愛用你毛巔中家 所謂的地名字 黄冰刺刺 诸说许愿禀刺 飞行诗教 讲座 戴几个诗言 你的汗 你的泪 你听着啊 你的泪 你的泪 每一切 几秒 我沉重你最甜 引我走 出世间 你配合 世界后你从此想法 我名此次 我名此次 从此是我的名字 我名此次 我名此次 从此是我的名字 我名此次 从此是我的名字 我名此次 从此是我的名字 你的汗 你的泪 你的泪 你一切 几秒 我沉重你最甜 引我走 出世间 你配合 世界后你从此想法 我名此次 从此是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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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名字字 著作喜悦的名字 被盡釋迦 藏著光 拐盡人群里 其妙的弟兄姐妹 现在你把眼睛闭起来 你这句回想 神有多大的爱来爱你 你去回想你从认识神的那一刻开始 一直到现在 你觉得神带给你什么 是爱吗 你是饶恕吗 是宽容吗 是保护吗 从你认识神 到你走到现在 你觉得你所经历的那一条路是什么样的问题 可能 你在最近有遇到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主要跟你说 你是他用宝血 用重价赎回来的 你想神要为你走那一条 割着他的路是多么的辛苦 他经过好几次的跌倒 他被人家鞭打 都是为了你 所以你知道 你的生命是如此的贵重 你的身上有神的恩典跟你同在 你用一段时间自己跟神祷告 你用一段时间 告诉神你的痛苦在哪里 求神在被割跟他的路的时候 把面把整个骨头摆到十字架上 把这骨头拿走 你要告诉神 你要得到一个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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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开口擦拭光明在一起 光明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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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座喜悦的一次 美心释迦 中座望眠在的心中 我的日子 望眠知词 中座是我的名字 在一个地方写中加书回你的名字 望眠知词 中座喜悦的一次 美心释迦 中座望眠在的心中 在一次学校 望眠知词 中座是我的名字 望眠知词 中座是我的名字 在一个地方写中加书回你的名字 望眠知词 中座喜悦的一次 在一次学校 藏着我 带近人群里 我已经已经打到你 主 我们要当丹养了你 我们要在一次千辈来到祝你的脚前 主 我们要当先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愿意用最大的爱来爱我们 主 这是在这个冷淡的时代 我们所体会不到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冷淡 我们的心 越来越封闭 许多人因为受伤而不愿意再过出 许多人因为欺骗而不愿意再面对 主 我们要求你怜悯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转向你 看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知道神 你每一个时刻都在我们的身边 开启我们的心 让我们愿意为这个世界付出更多 让我们用更多的心去体会神的旨意 要行在我们的身上 主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所行的每一个脚步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 简单的只要荣耀神的 接下来要进入受难中 也求神赐下安静的灵 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 让我们更深的进行精神 让我们再次去体验神 你用伟大的爱来爱我们 我们再次把今天所领受的仰望在神的面前 求神让我们所领受的成为 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 祷告都是佛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